伊朗的革命卫队发出的声明 是目标瞄准以色列的特定地点 大约是有一半成功击中了目标 不过这个说法 其实跟以色列方面的说法是不一样 因为以色列的军方说 他们有拦截99%的无人机跟飞弹 好 另外呢 约旦空军说已经击落了多架 从伊朗侵犯约旦领空 要飞往以色列的无人机 但是呢 伊朗也直接对约旦开呛了 如果你支持以色列的话 那么约旦将会成为下一个攻击目标 好 首先这个问题我要问一下张将军 你怎么样看目前这个地方的情势发展 接下来以色列会报复吗 它会展开攻击吗 如果伊朗这一次对以色列的 不管是无人机 还有巡运飞弹 还有地对地的导弹 来看都对以色列造成震撼 因为以色列在过去的五次中东战争 都是在别的国家打 不是在以色列的境内打 因为以色列的用兵都是对外用兵 而不是在对内 而是在国境内决战 以色列不在国境内决战 因为以色列的毕竟它的领土面积太小了 总共只有两万七千多平方公里 非常的小 就台湾的三分之二 它没有腹地 它如果是被敌方攻破的话 它已经没有战略众生了 就直接就是这么大的 那么大顶点的国土 那么大的领地而已 然后这一次 这伊朗的无人机 也包括了这些飞弹 地对地导弹 竟然都到以色列的国进来了 那以色列当然它的铁琼系统 我这次又发挥了功能 但是我们可以从两个来看 第一个铁琼系统 虽然成功拦截了无人机 但是这些无人机 它有奇怪炸弹 它要掉到地上 只是它没有命中目标 但是它的问题是 它还是在以色列的 这个城镇地区掉在地上 这会伤到附近的建筑 那人当然都已经隐蔽了 都已经进入防空设施里面 掩体里面去了 但是这些碎片 会对这些相关的建筑物 或者是它的设施造成破坏 这是一定的 所以这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它是只能在国境内拦截 没有办法在国境外拦截 除非是它做一个 我们讲到的外科手术室的 对伊朗先把它的无人机 把它的巡运飞弹导弹先都摧毁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以色列跟伊朗没有接壤 中间隔了波士湾 隔了伊拉克 隔了约旦 怎么样去跨境攻击 跨境攻击 经过这些国家 现在的话 人造卫星侦查的技术 都非常的先进 可以事先做掌握的 以色列以前的突击的行动 在那个时代 因为对空间针的系统没有那么进步 那现在已经不一样 那现在竟然到以色列这个地方 国境来了 那这样以色列会造成 我认为这是伊朗对以色列一个心理战 最起码对以色列的这些军民 会产生震撼 以前从来没有过都在境外决战 这是在这个境内的爆炸 还有这些碎片掉下来 那换句话说这个不一样 我认为最大的是心理战 至于外面硬体的建筑物相关的设施设备 受到一些的损害 我认为这是小 就是说战争也可能会在 以色列的境内爆发 这是非常清楚的 第二个我们来看 这一次攻击百分之百都来自于空中 并没有地面上的行动 换句话说从这一点来看 伊朗是有限度的报复行动 如果没有无限度 它地面 你可以从黎巴嫩珍住党 从黎巴嫩过来嘛 还有从叙利亚 叙利亚一过来经过葛兰高地 葛兰高地又下来了 就到以色列了 那是这样他没有 但是有人担心说 会不会接下来的下一步就是这样 我认为不会 因为这个伊朗在这一方面 我看他是有克制 要不然的话 他会大举的调兵前将 尤其是到叙利亚 第二个在选择黎巴嫩 因为一个在东北方 一个在北方 刚好这样下来 他并没有 他并没有这么大举的调 大举调动 以色列会可能会先发自人 一看地面上的那么多部队 肯克部队又出现了 那又是以色列惯用的 他直接就是先发自人 先自打击一定会这样 没有 因为伊朗不要冒这个险 因为还没有开战的时候 竟然被摧毁了 因为以色列毕竟 在黎巴嫩还有叙利亚 他是占绝对空游 几乎绝对空游 是掌握在以色列手上 而且以色列真是 我们知道他炸那个 这个伊朗住在叙利亚大马四格的大使馆 那就是靠逆中战机F35 丢了那枚六枚炸弹 把他炸 这些人都炸死了 是这样 那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 以色列是享有 几乎是大部分 或者甚至可以讲 绝对的空拳 空游 在这状况下 那地面上 在享受那么大的空拳状况之下 那这样伊朗就在地面上会吃亏 会变成 这个作战的效果 会大打折扣 而且会造成战损 相当严重的战损 所以伊朗他有经过估算 地面上如果要对以色列做进兵的话 不会占到便宜 不会占到便宜的 你要从两个地方 情报很容易被掌握 很容易被先巴攻击 左手摧毁 那这样都得不成功 那从空中 从空中的话 对到现在为止 伊朗没有任何一个战事损失 无人机不要人 你迈迈飞弹也不要人 这只能控制操纵 那个相关的这些参数输进去 他就到了目标去 地对地导弹也不要人 那对于伊朗来看 那这不是很好的事情 最重要的 伊朗里面的你看他欢腾 感觉到好像给以色列做了教训 感觉到非常高兴 这边非常欢腾 反而是以色列被人敌掉 我认为是心理战 心理战的话 伊朗略胜一筹 那以色列只能硬吞 可不可以跨境攻击 有困难 可不可以跨大战果 问题是伊朗他没有派有地面部队 你怎么扩大战果 他更没派有地面部队在空中 那伊朗他会想到 经过这一次之后 伊朗会加长到空中的武力 会以后会准备更多的无人机 更多的巡运飞弹 就是我们要贴地帽飞行的 更多的导弹 为什么 这样对于伊朗来看 没有任何损失 但是对以色列是产生 重大的威胁 我们不要讲战损 先讲威胁 心理的威胁会造成以色列的震撼 还有一个国际都在看 这样子 以色列以前的时候完全战略主动 现在未必了 未必了 他只是对一个伊朗 这样子的局部的军事上的动作 却产生很大的军事上的效果 战略效果 这会不一样 整个中东的这种 我们讲军事上的群势 不是完全受以色列主导了 伊朗也慢慢站出来了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宇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招元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实际研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供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大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arisol 女神专用 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赏有更多的 额外优惠折扣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